1月28号的上午 中国大陆知名维权律师王宇 到河北早强县看守所 会见当事人刘冰冰时 被看守所警察强行关进了小黑屋 并非法扣押了他的律师证 据大陆维权网报道 因为刘冰冰告诉王宇 他在看守所遭受刑讯逼供 王宇当场写了控告信 刘冰冰签字确认时被警察看到 要扣下控告信 王宇不同意 于是两名警察就扣押了王宇本人和他的律师证 到中午12点左右 在众多大陆律师的声援压力下 看守所才把王宇放出小黑屋 但是仍然扣押着王宇的律师证 四川省人大会议正在成都市锦江宾馆举行 1月28号 数百名失地的农民到会场外请愿 表达各自的诉求 四川藏区的十多位牧民 当天也在会场外拉横幅抗议 1月24号到27号 广东省汕头市玉衣村的1000多名村民 连续举行游行示威 抗议村官私卖土地 贪污卖地款 27号 一名村民因为拍照被殴打受伤 1月27号 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的数百名教师罢客 领到县政府集会 要求政府补发之前被苛扣的考评奖 绩效工资 以及降温费 考伙费等 同一天 九江市开发区的部分教师 也到当地政府集会 要求提高待遇